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日前舉辦新春團拜 許多校友席家代卷參與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副代表影星園也應邀與會 場面歡騰熱鬧無比 留台聯總跟代表處議事團合作 運動的很多人都工作 比如說 舉辦了台灣高等教育展 福島這個馬來西亞的華裔子弟 到台灣去增加大專業校 也辦理了海慶班 還有三加市喬生機師專班的宣導 也帶領了我們國民行 及國民中學校 及福島老師到台灣去參訪 促進台馬文化的交流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加強於馬來西亞在貿易 投資 科技 文化 教育 醫療及農業等 廣泛合作 尤其在經貿關係上十分緊密 我們去年在投資方面 從90年代累積到現在 到去年的8月 9月 我們投資的累積的總金額 到達124.98億美元 我們目前中華民國 仍然是馬來西亞的 第四大外資來源國 引信員表示 未來將持續與劉台聯總互相配合 推展各面向工作 促進台馬文化學術交流 創新與突破